大家好,我是九条,欢迎收看当道当漫画解说 上回说到,鸡鸡认为自己的家里出现了幽灵 于是奶奶让小桃负责除灵 另一边,出现了两个相爱的人体模型 超人仔被深深的感染,鼓起了更多的勇气 超人仔,小桃,鸡鸡一同前往鸡鸡的家 在车上,过于纯粮的超人仔玩抽鬼拍被另外两人爆炸 看着两人有说有笑而自己格格不入 他决定强行开启话题 要聊聊UMA为确认生物野垂蛇 说起这个,鸡鸡讲起来在他的村里就有一间 拥有百年历史的供奉大蛇的野蛇蛇神社 超人仔心想完蛋,话题的主导权又被夺走了 于是超人仔又说自己还知道有神社供奉着河通的木乃伊 出乎意料的,鸡鸡并没有竞争话题的主导权 而是对于河通真的存在表示亚异 他觉得如果河通存在 那么尼斯湖水怪是否也不只是传说 超人仔解释尼斯湖水怪的照片是被围造的 不过他有见识过真正的水怪能一拳打死人的那种 鸡鸡表示超级羡慕他也好想看看 突然超人仔发现 这似乎是自己第一次和小桃以外的人畅所欲言 鸡鸡未曾想到自己交到了超人仔这个见多识广的朋友 超人仔说,朋友吗? 鸡鸡超受打击,没想到自己还配不上做对方的朋友 超人仔连忙表示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心想,为何鸡鸡就不能够更加的讨厌呢 然后三人抵达了鸡鸡的枷锁在的区域 这是一个以温泉为特点的度假圣地 周围有火山 接着三人到达鸡鸡的家 鸡鸡问小桃有没有感受到奇怪的东西 对方回答完全没有 这时,在不远处的森林里 令人毛骨悚然的视线落在三人身上 进到屋内,小桃仔细观察了各个地方 然而他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的怪异 他觉得也许是幽灵藏起来了 等到晚上,对方应该就会出来活动 而现在他要去泡温泉 于是,这里只剩下超人仔和鸡鸡 鸡鸡邀请对方提足球 他教了对方基本技巧 但超人仔完全无法掌握不断的道歉 虽然表现得很逊 但还好小桃不在 他觉得如果能够趁此机会认真练习 也许以后能够在小桃面前表现一下 突然,鸡鸡问超人仔 是不是喜欢小桃 超人仔一边低头一边说 小桃是自己的第一位朋友 自己很尊敬对方 鸡鸡说他喜欢小桃的长相和性格 超人仔立马跟上表示自己也是 紧接着,两人轮流说明自己喜欢小桃的原因 互相不退让 突然超人仔想到了那一幕 于是觉得是自己赢了 另一边,小桃正在享受温泉 而此时,在一旁的门缝处 有几双诡异的视线 躲在小桃的身上 回到两人这边 他们继续进行小学生试争吵 突然,超人仔注意到 鸡鸡家的房屋的旁边 似乎有一块不应该存在的部分 于是,两人进到屋内 发现这个地方有一道墙壁 墙上并没有门 说明在墙壁的另一端不存在房间 可是从外面看 这里确实有一块突出的部分 于是,鸡鸡直接动手砸 而在那里面的 是密密麻麻的 填满整个房间的怪异符咒 两人惊恶失色 完全没有想到里面的画面 竟如此令人胆寒 这时,有人按门铃 两人觉得是小桃回来了 来得正是时候 结果,在门口的是几个 面露诡异笑容的大妈 另一边,小桃还在泡温泉 此时,进来了几个大鼠 原来这是男女共用的温泉 小桃想要离开 可是这几个大叔就在面前 自己根本不方便 忽然,一个大叔问小桃 是否知道鳄鱼 小桃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鳄鱼不就是电视上那种 像是奇异的生物吗 对方却说 这里的鳄鱼 指的是出没于男女共用温泉 目的是偷窥女性裸体的人 大事不妙 小桃不确定是否能够利用超能力 同时应对这么多目标 然而也许是泡温泉的时间有些长 小桃的脑袋有点不清醒 竟无法发动超能力 不然小桃身后的出水口 像是年久失修 莫名其妙的断裂 砸在大叔的脸上 虽然不清楚异象发生的原因 但是小桃选择迅速离开 同时温泉边上的墙壁竟也倒塌 阻碍了几个大叔的行动 但还是有一个大叔抓住了小桃 前军一发之际 面前的墙壁红然倒塌 唯独小桃因为处于门的位置 而幸免于难 连续的异想让小桃都直冒冷汗 这时温泉的上方都出现了美丽的彩虹 像是在庆祝小桃的劫后余生 小桃定睛一看 发现高速婆婆也在 她表示是自己招来了好运 让这个老旧的温泉发生这些状况 原来之前她在听到星子说到吉吉家的时候 因为知道这里有温泉 所以藏在小桃的包里一起过来了 然后有一群像是执法人员的人来了 怀疑是这几个鬼头家的大叔 把这个地方破坏了 于是温泉事件高于段落 小桃回吉吉家 她问高速婆婆有没有看出吉吉家的问题 对方说没救了 那栋房屋已经被人类的血尽透了